大家好,我是熊黄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个概念 什么是腰缠万贯 很多年前,年轻的我们来到美国读书 那个时候每个人只能兑换2000美金 那去除了房租和各种生活必需品 这也很难生活,也不够啊 咋整吧 又在黑市上换了一些美金 当时黑市的汇率是8.5 还记得奶奶在我的腰上缝了一个长长的小袋子 我带着美金来到了美国 这就叫做腰缠万贯 就是穷的意思 记得第一天到Boston 机场真破呀,城市也小 我第一感觉我要回北京 我不要在这个村子里生活 后来我们去了西雅图工作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感觉波士顿就是一座大城市啊 再后来我们到了东岸工作 一米叫埃马 感觉西雅图那就是豪华的大城市啊 没有在大村子里生活过的人 是不能体会到我们村里人的这种感受的 我们村高楼大厦就是两层高 村放眼镜里都是自然风光 无限美好啊 有时候我们去纽约玩 就会有一种流老了 进大观园的恍惚的感觉 不管在哪生活吧 有家的地方就温暖 接着说Boston Boston学校附近的房子 非常的抢手 当然了,也非常的贵 每个周末我们就去中国超市买菜 然后自己做饭吃 现在想一想 那个时候是有一点苦 但是当时也没有觉得苦啊 每天傻乐傻乐的 还和朋友们出去旅游 穷游 呼哟一下就到了这个年龄了 仍然还是每天健身 美食工作 每天傻乐傻乐的 我妈常说我 哎,你是不是傻呀 不管咋地吧 现在生活中有了微信 一切都可以在网上交易 方便快捷也安全 青春就是快乐 就是无所畏惧 谁还没年轻过呢 是不是 再次给大家科普一下 啥是腰缠万贯 就是穷的意思 我是熊王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祝大家周末愉快